我带外面打工回来了 到弟弟转一圈看了 一天在的时候他给我出路卖了 我就回来找我的成干部 他说到对我师父 不管他说是自己人的这份书买了 买了就算了 不把我带起来 但是我说那既然这样算 我就不算了 第一天早起 从他家出来 一路绝着就骂着 他爹跟后面能吹头 对我量吹头 洛河林颖的李先生告诉乔几元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之前一直在外打工 前几年不慎在打工时受伤 便回了老家 没想到回家不久 便遇到了这样的事 想让我怎么帮你 你的调解目的是什么 把我给他的地 我收回来 我现在的地给人家亏 我拿回来我走 我不再给他管我 他要是有钱管我 我还要咋样给他管 我不能说不给他管 我不会给他说断罪或者关系 明确的李先生求助目的之后 调卷潘树立也决定 先跟着他去见假 儿媳妇小红听听他的说法 谁在家里啊 有人没有 家里有人没有 无论条件如何敲门 屋内始终无人应答 李先生说 因为儿子华丰 常年在外打工 此时并不在家 所以儿媳妇有可能回了娘家 于是我们来到了距离李先生家 三百米左右的小红娘家 你好小红 我们是那个公共频道百姓小姐的 你公共打热线 在明确的条件来之后 小红一家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小红的父亲也主动跟我们说起了他垂里先生的事情来 小红的父亲告诉调解员 小红结婚这些年来 已有义子育女 但是因为他大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 婆婆就生病去世了 姓家李先生是常年在外 孩子无人照顾 为了能够让女儿女婿安心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他们夫妻便主动承担起了帮忙抚养孩子的重任 而这一代就是五六年 小红的父亲说 她跟亲家李先生是将近六十年的老街坊了 从小一起玩到大 不仅知根知底 而且关系非常好 否则也不可能结成儿女亲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 这么多年的老伙计会为了晚辈们的一点矛盾而大打出手呢 对此小红的父亲不愿意多说 而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调解员淳栗也决定走访一下附近的村民 不走不走 说是他们前两前几天在这又吵又闹来 你们见了没有 你们老家 他们看那么处理 你们能给他打个教导 都是他起床的 有点都不承认啊 经过沟通 调解员得知 眼前的这位戴着红绣标 就是当地的一个村干部 他告诉调解员 当时李先生他们闹矛盾的时候 他也找过大队 大队也花了两天的时间 从调查到调解 想尽了办法 但因为双方始终互不相让 以失败告终 那么李先生和小红这温习之间究竟是因为什么能够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我就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调解决定去小红家看看 可是一进门就看见了吊在地上的碎砖头 这是我打的 你砸了呀 对 这是我的房子 我可以扔一把 我把我的上面呢 我用把它扔一把 你没有想过上边扒了 下边怎么住 你这不是进回来的吗 已经他比较低到这里 你怎么全都扒了呢 扒都算了呗 都别住了别盖了 这个家破了算了 我还没去到哪一步 去到哪一步呢 肯定我就打完 这样做你都不觉得不合适吗 怎么说你这个家家呢 打我 他做了也不合适 他做了也不合适 你问你儿子没有在家 你问你闹啥就闹 对于调解员的批评 李先生不以为然 他告诉调解员 其实他跟儿媳妇的矛盾由来已久 当年就是因为住在一起经常吵架 所以才决定分家 但作为一家之主 他还是念故着年幼的孙子孙女 所以就总共分给了他们四母帝 并把院子一分为二 一家一半 为了显示公正 当时还专门立过一个协议 而对于这件事情 小红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听完小红的这番话 调卷觉得在情理之中 但同时 他也认为小红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有些添妥 你不管是你婆婆种了也好 还是你公共种了也好 总而言之 可能是他们老两口里的共同财产 就说是你婆婆交代给你了 最起码有一半应该是你公共了 我觉得是有必要 得给公共说一声 那我在问你 想给他在城里的时候 把这花费 在安影不大有一份 肯定有一份啊 那当然是他要没给我说 就要我的都给我留走了 你接领到花费 没有错 因为他的货帚 领到花费 不能算 就他的领量给你删住 你老的花费 你问他呀 他不给你了 就是呀 那他不对 是不是 你又问我那样 他一个 我的花费 我都呢 我都要他和书卖了 当地村干部告诉曹锦元 当初挑起他们的事情的时候 了解到 小红卖书 是因为那时书有部分枯死 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价值 加上孩子的学校要交定奶的钱 所以小红在跟丈夫商量之下 就决定把书给卖了 因为那时 孩子为李先生 拿走了他们化肥的事 生气 所以就没有想过要通知他 基于这个情况 当时他们就决定 让双方两相抵消 这原本都已经说好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两家又起了冲突 当时调解就是走到这儿 李先生执意要地 小红又相持不给 双方互付相让 事情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他分给了他分一万元的地 我多给他这个原因 就是我 现在他地他一分不准 他在别的了 我不会装 我都不管他 你一遍 我来我用命传 你一遍 你一遍 我就是不愿意 咱会某种的 给案大案大 比如我前两年 我咱会某种的 发肥是按照人口分的 还是按照地分的 还是按照什么分的 按照地分的 是不是咱家里面 都在这没有他的地 是不是还有儿子的地 对对有 那儿子没会发化肥呢 女子的发肥我也留回来 那你给他的没有 我没有给他 那为啥不给呢 一三留个的话 他为啥他不给我 为啥他不留的 前一三的话 我领 我的货口 我应该领 李先生口口声声 说的有理有据 但是在条件盘书里看来 李先生这样的做法 还是有点不占理的地方 分里面是按照地来分的 那么有儿子的一份地 然后咱给他一份化肥就中了 咱不给了 他那不对 不改给他 是的不是 但是反过来呢 而其他呢不吭声把你的树砍了 不管是他妈 婆婆留给他的也好 还是你重也好 周若言之 他应该给你打个交互 他没有给你打个交互 他也不对 所以说你有你的错 他有他的不对 但吴飞为啥 这些事情闹到现在这个样子呢 吴飞不是还是因为你们之间有矛盾吗 条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翁锡两人之间的正确所在 而小红也告诉调启元 在婆婆刚去世的时候 她和公公之间的关系 其实还是相比较和谐的 那么翁锡两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闹到如今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呢 前面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翁锡二人一言不和便当面诅咒发起誓来 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翁锡二人 调启元也基本明白了事情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为了能够妥善解决当前的问题 调启元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树是他的不对 化肥是你的不对 你们相互都表个态 他要是想要化肥的话 咱把化肥给他 你要是想要树的话 树的已经钱已经花了好 或者孩子身上了 你们怎么办 你也只有你的方法 咱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 如果你还念及 你们就也有一种曾关系 一切都好商量 一切都好办 都好说 弟我说好 啥事我都不说 弟什么好 我一切都不谈 那弟你打算怎么说 弟就是我给他的弟 他给我 他的弟 他这样 我给他 看到公公依然执拗的态度 小红不再吭声 他转身进屋 给调娟拿出了 当时签订的分家协议 协议上分给我了 那是不是我的弟啊 我想干净干净 我想打拢打拢 他就这样从哪儿不算 教宏by 童谣 我告诉他我不告诉他 我不给你 因为他这些年生了 正确期 他就是有一点不顺心 我不跟车钓钓钓钓钓给你出出来 跟辣钓钓给你出出来 他就是这样的人 小红看似一句 牛哇尖真要的话 却道出了 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 此时 调娟8数力 也不仅想起了 村干部之前 说过的一句话 在明确了整个事情的矛盾政绩之后 调卷潘淑丽也把李先生单独叫到了一边 看到李先生能够坦然承认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 调卷十分的欣慰 为了能够让事情妥善解决 他也决定从问题的根本上开始劝说 也许是调卷之前的话说尽了李先生的心里 此时李先生的态度十分的诚恳 面对眼前这样的局面 调卷员也趁着打铁加紧了劝说 既然签订协议 按理有手印 那是有法律效应的 咱不可能说是说有变动 这种变动的呀 如果想给就给 不想给就不给 咱贴那个协议有啥用啊 没有意思了 我能够明白 我能够想得到 你要的地是其次 其实你真正的目的不是要的地 而是你心里面这口气咽不下 就是有意要了 我只咽不可先就在口气 经过调卷几番努力 李先生也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孩子的用心 他专门把调卷带到了楼上 在把他面看 这房子的雨 对 楼雨 没风下雨 我不带家 我叫我来楼 你给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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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揭露 这我在压了 我给你揭露 谁准备多了 给他露到下面 不管是露到那 看看我的人就是在 这都看透透了 我说是把不担 方法多的不担 李先生说 李先生说 其实自己身上有些问题 他刺激十分的清楚 但正所谓江山一凯 本性难移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他 有时也确实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 而面对这一点 调卷员表示理解 你公布这个人 心里面还是有你们的 不管怎么说 他是个老人 反正有些事情呢 咱好好对商量的来 他是觉得你爹打的那两拳 他心里面过意不去 那我可以请你爹给他道歉 你这样子 也别让你去你爹了 让你爹过来 毕竟是一个村里 离得这么近 还是和解的好 你看中不中 都说解铃还需细铃人 小红在思考片刻之后 也给父亲打通了电话 不久 小红的父亲来到了调解现场 谁的错 谁承担 人家也跟我说了 你确实从库背上拍了两下 有没有这回事 有 这两下人家现在肌里面不舒服 都是老哥俩呢 我把你叫过来呢 也就讲着 他做后他说 咱做就说 咱说 以后呢 约法三章 好好 听完调卷的话之后 小红的父亲表示可以接受 随后调卷盘树立 也让两位亲家坐到了一起 但是记得出来 我陪一年完了 整个人都在这种 以后呢 我的产生家也是 在这种 还要撒下 我听说 既然 你从 说来 出来 我也做就不得 我整个人 无论好 上次都 还是 都 到我身上 我从头 这是最大的毛病 你看 人家跟谁都是他的不对 万一 也有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 这都好了 就那句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三个巴掌拍得可响 有一个 可以让一让 都没那么多事了 都说冤家一解不一解 在大家都真诚的为自己错误道歉之后 李先生也说出了他心里话 今天说到这一步了 你第一次发生我都不去了 我不说了 好 以前的事情到此为止 你们的老哥俩人 你或是我要说话 这么多 我 我 今天这个日子到这 我真是 跟谁呀 好好过 你的日子过好 这个整个两个家都都 我一直 你能转的呀 好好相处 好好过 好不好 俗话说 小家和谐 大家安定 在此 我们真心的希望 李先生和小红这翁锡二人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互相尊重 加强沟通 互相帮衬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越过越红火 也能够互相尊重 我们下转的日子里面